大家好,我是望月游戏的制作人华涛 感谢大家对望月的热情和期待 实际演示放出后,我们非常惊喜地收获到了许多玩家的喜爱和建言 与此同时,也看到了不少玩家提出了疑问 那这一次,我想近距离和大家分享我们的项目和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事不宜迟,让我们出发 作为一款现代都市题材的动作游戏 望月的一大特色是其立体颠倒的大世界结构 玩家将能够在天上的城市与地下的荒原之间穿梭往返 挑战强敌,收集配从 结合多种有趣的玩法探索世界和太阳的真相 在望月,我们想让玩家体验到耳目一新的自由玩法 自由度和沉浸感一直是开放世界追求的核心体验 而提供这些重要感受的来源是从游戏内NPC的交互 为了创造出鲜活的NPC,给玩家创造出更加有机灵动的交互体验 我们在NPC生态多样性领域做了非常多的尝试 我们的目标是创造出一个能够自循环起来的沉浸开放世界 望月在开放世界游戏中应用了AI女生的相关技术 我们所有的NPC都不需要枯燥的编写脚本代码 而是完全由AI来驱动行为 既能够把开发者从枯燥的脚本编写中解脱出来 又能够给玩家带来更具有沉浸感的生态体验 为此,我们给NPC设计了他们的性格、职业、人生目标 和每天会随机去做的各种事情 以及遇到突发事件时会产生的专属行为 每个NPC都拥有其独立的人格算法 在面对不一样的环境、时间和自身的目标时 会根据自身的性格与目标产生不同的行为 即使是同一个玩家用相同的方式游玩游戏 也可能会玩出不同的体验 还好是在游戏里 即使是各位哀人也能够通过配从的能力 了解到NPC们的性格情报 不需要真的花太多精力在和各位天悦市民的社交上 在实际游戏游玩的体验中 AI的应用能够给玩家带来更多的随机性和惊喜感 例如,吃着火锅唱着歌 一群坏人冲进来打劫 不同的NPC会根据性格设定有着不同的反应 勇敢的NPC会奋徒故身反击 胆小的NPC会逃跑 而感知力高 但是正义性低的NPC 则会趁火打劫偷偷拿走货物 而当玩家正义出击击败了匪徒后 现场的NPC也会记住玩家的善举 在日后的游玩过程中 可能现场的某个NPC会变成了玩家的防热跟班 某个NPC会租借自己的车给玩家 某个NPC则会帮助玩家一起战斗 某个NPC会成为玩家店里的打工合伙人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善举都能够得到回报 有的NPC天生鬼点子多 想方设法地占玩家的便宜 遇到这样的NPC 不用跟他们客气 应该果断给予他们爱的教育 这就是国人传统的礼上往来 礼节上重视有来有往 你对我如何 我便对你如何 往而不来非离也 来而不往亦非离也 另外 在大世界中 有趣的配从捕捉也是我们的特色玩法 配从们可是大家出行的必备伙伴 每一个配从都有其独一无二的能力 城市中隐藏着很多身怀绝技的配从 卢德蒙兽会以别人的身份出现 等待着玩家的征服 而有的小可爱就会一不小心 就被压在场景物件中 等待玩家的救援 当玩家拥有了新的配从后 就意味着玩家解锁了新的探索能力和战斗能力 无论是魅惑控制 潜行钻地 派入窃钉 又或是组合拼装 以高达形态出击 配从收集的越多 探索的边界就越大 漫步在天原城的街道中 场景中的一切都充满着无限可能 一切幻想由此展开 怎么样 大家看到这里 是不是对望月这个崭新的世界 有了不一样的了解呢 天原城中充满了更多尚未展示的未知乐趣 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的邂逅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